星期四晚上 Berkely兩名青少年被煙花炸傷 其中一人傷勢嚴重 事故發生在晚上9時51分左右 警方接報位於Varivill街1800號路段 一名青少年首持煙花爆炸需要醫療救治 警方和救護人員隨即趕到現場 一名受傷少年被送往醫院 搜捕嚴重受傷 另一名少年受輕傷 在現場接受治療後就隨家人離開 當局沒有公開兩名受傷男孩的身份 Berkely警方提醒民眾 非發現點煙花是非常危險 並且有機會危及生命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